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哇 生了一个儿子哦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知道这是神的祝福 妇女们就对南阿弥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入没有撇下你 使你无至亲的亲屎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耶和华的精神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 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这一段话是太美了 第一说神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 哇 这个家庭太高兴了 从没有男丁开始有一个男丁了 现在生第一个是儿子了 哇 那个喜乐一定是很难言喻的 那周围的人看到了 也给他祝福了 妇人对南阿弥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真的没有撇下你 众人看到神的恩待 就来见证神所做的作为 没有撇下你 这句话好不好 我们一生可能有些遭遇 使我们感觉好像神撇下了我们 在路德基的第一章就像这种情况 南丁三个相继过世 但是到了第四章 整个翻转过来 整个不同了 上帝没有撇下你 在我们任何境遇当中 我们是否能够去经历这句话 神永远不撇下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照顾我们 他照顾我们 引导我们 把我们的祸转成福 使我们在悲哀中变成喜乐 哀伤的衣服脱去 穿上喜乐跳舞的衣服 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 是这样的一位神 所以呢 周围的妇女就为他祝福了 说愿这个儿子呢 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 就是有名了 这个孩子会变成有名了 上帝没撇下你 他来看顾你 而且要祝福这个孩子成为有名 然后呢 不但这样哦 你的儿父呢 会孝顺你 提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老 就是他们传话的时候 都会说 哎呀 都是因为纳尔米的信心 这个家才能够保住 纳尔米的信心 把祸转成福 上帝垂听他的祷告福求 为他找到一个安生诸所 嫁给这个婆娃叔 有这样好的结局 所以呢 他会为你奉老养老 然后呢 周围的妇女讲一句话 你有这个儿父 比有七个孩子更好 哇 七个孩子假如都不孝顺呢 真的不比一个孝顺的媳妇 对不对 但愿我们当中 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说 哎呦 我要好几个七个孩子 但是他们都不孝顺我 不行 上帝祝福之道就是孝顺 所以他们看起来说 哎呀 你这个媳妇太好了 美丽的人间 往往是这样的 婆媳相爱 互相尊重 这个媳妇呢 因为孝顺 就带来上帝这么大的祝福 超过人想到了 从极贫穷 极低的地位 爬起来 哇 嫁给一个大财主 大财主这么爱他 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哇 整个翻转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神 神就是这样的神 他会改变命运 他会翻转事局 他会把货变成福 称赞 送上他的名 无论你在什么境遇 相信 上帝是会翻转命运的神 但我们该做的事 就是孝道要遵守 孝道是美的 这是神所祝福之一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 上帝 在你的家 因为你的孝顺 上帝祝福你 使你呢 真的看到说 今天我怎么能够翻转啊 使我遵循了神的道 走孝顺的道路 愿神祝福你 天父感谢你 你实在很爱我们 我们相信你是祝福的神 看到你在波阿苏 路德 纳尔米的身上的祝福 是给他们一个儿子 周围的人 也都为他们祝福 因为这是实在是 太美的一个故事了 翻转命运的神 主啊 假如在我们当中 有人受苦 有人真是怨叹 说遭遇不好 主啊 你给他们信心 给他们仰望你 给他们看见你是 翻转命运的神 要看见你的祝福 随波而来 虽然是波浪 波浪里有神带来的祝福 求主恩待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